我们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求主 让我们尽量靠近事实 尽量客观公正一点的 看待孔子 现在孔子 他是个人 是个罪人 但是他长期的 被我们国家的统治者所利用 在华人地区的影响力很大 不光是影响华人 也影响韩国 越南 日本 这些地方 我们如何正确的看到孔子 这个话题不好 不好操作 主啊 求主你让我们对人 对神 没有一种怨恨 没有苦毒的心 当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 一种文化现象的时候 主啊 让我们里面没有苦毒 没有仇恨 没有被苦毒 扭曲 没有被仇恨 折弊 是我们带着圣灵的眼睛 尽量客观公正的看待别人 尽量我们同学们 在爱心 该在各样知识和见识上面 多而又多 祷告奉我主耶稣 基督的名求 阿们 人什么时候会被扭曲呢 大家知道吗 人看什么问题容易被扭曲 你知道吗 当然这根本是罪 但是呢 这话呢 讲的什么呢 就喊口号一样的 喊口号 先耶稣说对永生哈利路亚 赞美主啊 大主神啊 依靠神啊 一切得胜了 所以我来教会 这一个礼拜我就学会了 喊着口号 我一个礼拜学会 但是我要明白这些话的含义啊 我要一生的经历 今天很多人啊 他之所以看错问题啊 海外啊 有一些人造谣啊 中国啊 马上要垮了啊 我们的领导人啊 在斗争啊 斗得啊 没有机会 看三政全会啊 很多造谣 胡说八道 他为什么会造这种谣呢 难道他喜欢造谣吗 因为他里面有很多的苦毒 很多的怨恨 希望中国呢 马上呢 怎么样呢 政府呢 马上垮台 他在旁边偷着乐啊 因为他生活在美国 他生活在加拿大 他中国出的什么事了 什么呢 什么灯乱以后 他在旁边看戏啊 看热闹 不嫌事大 有一些人 在国内受了很多的委屈啊 无论是教育方面啊 家庭方面啊 我讲的这是学校教育啊 社会方面呢 受了很多 所以呢 他看到这 孔子儒家就会厌恶地牙食 这什么都是垃圾 都是垃圾 都是垃圾你父母怎么长大了的 中国汉字是你发明的 是美国人替我们发明的 对不对 但是垃圾了 尤其就是说 他之所以被扭曲 他里面充满了怎么样的 怨恨和孤独 孔子孔老是最恶的一生 他整体是最恶的一生 有人说啊 有人想利用啊 巴结你 要搞个东西巴结你 要利用你 那天孔子万事思表啊 他是万事思表吗 他什么都好吗 他没有缺点吗 他是啊 人物人非身险 属能无过 啊 孔子就是身险的话 他就没有过犯吗 孔子有人还在讨论 孔子也没有得救 有人不敢回答啊 整个社会科学院 有一个人自称基督徒啊 别人就问他 因为他老是讲 龙与孔子嘛 施红坛 孔子也没有得救 他不敢说 因为他说了 孔子不得救 如果不信耶稣不得救 很多人就骂他 他不敢说 这都不是我们的 我们看一个人啊 我们里面啊 各位同学 你里面的苦毒 怨恨 你要在基督面前啊 基督的保血 要吐掉你的 你里面有平安 你不要来上我的课啊 把把麻麻 用棍子赶过来的 然后呢 一肚子哭水 你可能性小人 其实我跟你无怨无仇 对不对 我也从来没见过你 这生活的人 你看到我小老师 怎么样呢 你肚子都饱了 饭都不想 粥饭都不想吃 早饭都想吐出来 你上午这个课怎么样呢 纯属受罪啊 其实我没得罪你啊 就是因为你妈妈 把你强迫过来的 爸爸把你强迫过来的 你看到我恨得我咬牙切齿 你说我找你惹你了 没找你没惹你 对不对 红子也是一样的 红子找我们惹我 那么有吗 各位 红子已经死在两千 两千五百年了 情况他有没有找你 找我们惹我们 哪一位 各位同学 有没有找我们惹我们 没有 没有找我们惹我们 人家已经过世两千年了 都是一样后面的人在捣鬼 有的人非常厌恶孔子 厌恶中国传统文化 厌恶中国的一切 所以他就骂孔子 有一些人呢 中国社会投机取巧 想捞一把 想利用孔子呢 到底讲讲国学 对不对 你讲 你现在要去讲原子弹 多麻烦了 对不对 你要去搞机器人怎么样呢 搞不来 对不对 那么你又想不付很大的代价啊 又想来赚很多的钱 有怎么办啊 各位同学 讲国学啊 讲国学 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啊 我在 今年快十年了啊 我以前呢 没有工作啊 我收入太少了啊 我到一个贵族学校里头 去讲国学啊 我也去应聘啊 应聘给他们讲了老子啊 我计划给他们讲老子 讲龙语 讲讲什么 因为现在需要这种人嘛 对不对 我给大家讲 收入很高啊 收入很高 而且呢 只有五天工作次 人家说贵族学校很舒服啊 那是房子 谁知道我去给他传福音 怎么样呢 那个人把我给他 把我辞退了 这个人啊 他 这个人啊 他不光是来给我们讲国学的 他要给我们穿福音 那个学校转呢 把我给辞退了 我的意思是说 他有些人讲国学 他是想捞点什么东西 知道吗 讲 你要是搞科研的话怎么样呢 很费劲 搞科研多费劲啊 或者说你就办一个公司 你去卖啊 衣服装也好啊 你卖食品也好 也比较费力 你要去租厂房了 要请工人了 对不对 要请经理啊 还有请师傅啊 等等等等 做什么呢 那要谈谈国学 那这个很来钱的一个伙代 怎么 今天这时候 看国学是很来钱的 反正灯拉西扯的啊 你知道懂得文英文啊 语文成绩不太差 对不对 你就备生一点啊 什么荣誉啊 备生一点什么益金啊 就会赚到钱 知道吗 然后你大谈 大谈国学 人家政府也不会禁止你啊 你谈耶稣基督怎么样呢 而且把你辞掉工作啊 甚至呢 你非法经验罪啊 你以真正的罪 好 我们呢 讲了这些东西呢 就知道我们要思考啊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孔子 为什么人统治利用孔子啊 反过来说 孔子有什么特色 让老百姓喜欢 孔子有什么人格特色 让老百当光的好利用呢 他为什么不利用别人呢 我们把孔子讲得很细啊 中国历史上面有两个人啊 一直在老百姓当中呢 或者是在社会当中呢 讲的比较多 一个是孔子叫圣人 孔圣人 这个图呢画得不太好啊 但是别人画得啊 这个驼背的 其实孔子啊 他文武兼修的人啊 他不是个纯粹的文人 这是后世中国人 把他扭曲的 但是什么 孔子不是纯粹的文人 中国在宋朝 一千年以前 中国我给大家讲历史啊 真正很扭曲的历史 主要是这一千年来 从生朝到现在 中国人很有趣啊 比我们的先祖扭曲多了啊 我们中国人的科技发明 我们中国人的文学成就 主要是在一千年以前 创造的 比如说你们所了解的 什么火药啊 什么子兰中啊 还有什么招子树啊 还有其他的啊 都是在千年以前完成 基本上是这样的 孔子是文人 他也是武将 你看他腰里头 搓的一个什么东西 大家知道吗 孔子腰里头 搓的一个是个什么东西 配件 配件对 如果他长成这个样子的话 他肯定不能够拜见 就是国人后面的扭曲他的啊 就像扭曲耶稣一样的 耶稣是帅哥吗 是个金 长着个金色的头发 蓝色的眼睛 马莫茨像的帅哥吗 我问大家 耶稣是帅哥吗 谁都没见 谁都没有见过 你照着以赛亚书的讲 那个受苦的补人 他们要加些美容 也没有人可以羡慕他 请问耶稣是 约翰福音描写他 看三四岁的时候 看上去像五十岁的人 耶稣是帅哥吗 不是 为什么能搞这么个帅哥呢 为什么把耶稣搞成一个帅哥 金花碧眼的帅哥 因为现在人好色嘛 希望有外表的形象去吸引人 耶稣太丑了不行 要把他搞成一个帅哥 金花碧眼 马莫茨像 吸引那些教会里的妇女嘛 还有什么好办法 为什么要把耶稣搞个帅哥 你随便读过圣经的 读过神学的 你把圣经读完了一遍 就知道耶稣不是帅哥嘛 不要很高的文化素养嘛 那么孔子为什么搞成这么一个 脊椎炎的 狗脑病的人 跟驼背的人呢 为什么要把他画成这个样子 因为后面的一千年以来的中国人 堕落了 不要说造成圣经的标准 相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 尤其是明朝以后 这些知识分子手无负极之力 孔子 等一下我给大家讲 孔子是个很彪悍的山东人 很高大的 能文能武的人 怎么跟他画成这个鬼样子呢 因为自己扭曲 也需要别人跟着扭曲 就这么个回事 就像教会里头一样帅哥来吸引那些妇女一样的 就这样的嘛 还有什么想法 关羽 关羽就不知道他是武将 就确实是武将 但是关羽不是纯粹的武将 他也喜欢读书 夜读春秋 关羽白天打仗 晚上呢 读书 读什么书 读春秋 读兵法 后面的中国人就希望武将怎么样呢 专门练武的不要懂我 因为统治者不安全 如果一个人 能文上武 那老板放心吗 皇帝放心吗 不放心 因为你会造反啊 就宇轩啊 你能文上武比老师还厉害 那我还敢教你啊 我不敢教你了嘛 那我有什么办法呢 我要保住我这个教育职位 我只要把你干掉 把你辞退 那你怎么样呢 让你受委屈 那你甚至很难过 甚至死掉 岳飞就这样的嘛 于谦就这样的嘛 袁崇煌就是这样的嘛 林彪就是这样的嘛 要把你弄死嘛 刘孙琪就是这样的嘛 你不能死 你又不死 那我怎么办 所以呢 他们 历史上呢 把 把这个 孔子 搞成文圣人 把这个 关于呢 搞成武圣人 都是瞎搞 都是瞎搞 都是扭曲的 因为 孔子 不仅人文 他也 善武 关公 关于 他不管是个武人 他也是 阅读春秋的 那个文英文 很难读的 知道吗 如果没有 文化的话 你怎么读 这么读史记 这么读 他不是 但是我们扭曲了 就是 不单把自己扭曲 把自己 组政 把自己的先人 也跟着扭曲了 就这个意思 这是很 只要你稍微有点良知 你就能发现 这个社会的问题 这个教育的问题 这个信仰的问题 好 我们讲孔子 孔子呢 从年以后 是实验 敬平共赢 这叫呢 六亲专权 东发诸侯 我们呢 这个呢 他当时呢 在鲁国 这鲁国呢 也不是个强国 楚临王 兵将 楚国呢 临束中国 就是把持 中国不是 现在这个中国 是个国政 就是那个首都 协大 尽于鲁 这鲁国这个 很麻烦 鲁国不是个强国 齐国呢 是个大国 都属于都在山东 齐国呢 就欺负了 鲁国 但是靠得很近 鲁国弱小 你说你八戒 楚国 楚国 晋国呢 就很生气 赋予 你八戒 晋国呢 楚国呢 来讨伐 不备于齐呢 齐死呢 也来侵鲁 就鲁国呢 就是说 就是什么呢 很难做人啊 很难做人 有点像现在的 朝鲜韩国一样的啊 日本呢 得罪不起啊 中国呢 得罪不起 美国呢 更得罪不起 俄罗斯呢 你就得罪得起吗 我们 这里有没有朝鲜族呢 有没有朝鲜族呢 你们当中有没有朝鲜族呢 我已经跟他朝鲜族的 朝鲜聊天啊 他说我们 我们朝鲜族的朝 韩国人呢 就是很难做人 我谁都得罪不起啊 你们都是老大 只有我呢 这小弟啊 我都不知道 听谁的话啊 鲁昭公二四年 孔子盖二年三四年 齐金公与那个 盐盐来四鲁 就来到鲁国 井公问孔子曰 戏其木公小楚地 齐霸如火 我们看下面的那个白话文啊 那念得太慢了啊 就是说呢 孔子三四岁的时候 齐古的井公和盐 盐来来主 来到鲁国来 这是拜访了啊 那个 因为这个 井公呢 比较好学 他就问 问问孔子 当地有学问的人啊 秦木公啊 秦木公啊 地方谁小 地方又偏僻 他怎么能够 称霸诸侯呢 孔子说 秦国谁小 但是志向远大啊 他人小 但是自大啊 地谁偏僻的 他的行为 政治啊 就人了心里 这政治呢 是相对的啊 相对的政治 他的监狱里头 叫白李熙啊 白李熙呢 是个奴隶啊 他是楚国人 但楚国呢 不知道用财啊 把他呢 还是继续当奴隶 卖了啊 那个啊 秦木公呢 就引了啊 五张羊皮 五谷啊 叫五谷大夫啊 古代叫谷 五张羊皮呢 把他那个买回了 然后呢 证愿他呢 做大夫 决志大夫啊 这个呢 在当时呢 非常难得的 因为人家是个奴隶啊 对不对 但是奴隶很有见识 在白李熙 在西方历史上面 也有一个很有见识的奴隶 叫什么奴隶 在这吗 一般来看不起奴隶 但是有个奴隶啊 他的文学才华很好 在叫什么奴隶啊 在欧洲历史上面 考考大家 看看大家有没有读过那本书 以蜀寓言读过没有 以蜀寓言 都没读过啊 我就会吓着我了啊 以蜀寓言 你都没读过啊 我看没有人反应 反应我里面都没读过 读过 读过嘛 对吧 以蜀就是个奴隶啊 以蜀就是个奴隶 那中国的呢 也有个这样的奴隶啊 叫做白李熙啊 白李熙呢 做了秦国的大夫 帮助了秦国呢 强大起来了啊 叫白李熙啊 所以你想想看啊 秦国能够统一六国啊 他的组织呢 确实是做了一些事情的啊 而且跟他谈啊 把国家交给一个奴隶出身的人 怎么样 人家怎么样呢 那你不要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很容易啊 就是今天都很难 我问大家在中国啊 你要做到审计以上的干部 如果不是红二代 或者光二代 你0.1的机会都没有 我们原来国务院总理叫李克强 他爸爸是个县长 他也只能做到那个程度 他还不是标准的红二代 他是光二代 所以他不能够继续生呢 其实他很有才华的 我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啊 我给大家讲 这孔子呢 就说明这个故事叫什么呢 孔子教导人了啊 他确实是个好老师啊 他用历史 能够回答别人的问题啊 别人问什么问题 他用历史来各人教 用事实和实证教导人 他很了解历史 了解各种掌控传说啊 用事实来教导人 每个人就讲了很多 很多很多的那种 假大空的道理 你要抓住神了 就今天记住了 抓住神 依靠神 神一辈人教你读神 我到底怎么办呢 我问大家啊 有一个家家庭 儿子呢 不想读书啊 读书很乏力 怎么办呢 就问我说 抓住神 依靠神 然后呢 有一个人呢 夫妻吵架 我怎么办呢 抓住神 依靠神 然后呢 有一个人生病了 家里缺钱 抓住神 依靠神 然后呢 有个人开公司 生意很糟糕 怎样才转行 呃 做的生意 生意呢 这些员工呢 都能够 有份工资 给他人家呢 帮助神 依靠神 希望这回答问题 有意思吗 我问大家 如果你遇到这种牧师 或者遇到这种老师 你怎么样 你会感觉怎么样 你感觉怎么样 他讲错了吗 帮助神 依靠神 讲错了吗 没有 没讲错啊 没讲错 但是有用吗 没有 对 谁知道忽悠人 这叫忽悠啊 就胡论人 胡论人 公子 虽然他不是基督徒 但是你要是教书来讲呢 我们应该 这样子啊 我是很尊敬孔子的 虽然我不信孔子的来一套 我也不相信他 现在也是会得救啊 他们也是基督徒啊 什么的 我没有啊 但是做人呢 是做个教书的老师来讲 我觉得孔子聊天啊 你跟他聊天 我是很乐意啊 就会他不愿意跟我聊天啊 他不理我 在生活当中 如果我遇到孔子 我真的会很尊敬他 因为他跟人家讲道理啊 不是讲了假大空的啊 他是讲实在的啊 他怎么看待秦国的啊 他怎么看待秦莫功的 这些事情 人家听了怎么的 人家都得益出嘛 你做老师的 你让学生听了怎么的呢 要得益出啊 你不能讲去假大空的话 他不听你的 这也不对 听到你的也没啥用啊 这不对了嘛 你老师就做得不称词 我就孔子这个回答问题来 值得我们学习啊 但是这里面呢 你也看得去 孔子的领导思想是什么 孔子的政治态度是什么 孔子的希望是什么 国家是什么 一个好的国家是什么 是秦莫功 叫谁 叫百里锡 知道吗 看到没有 然后呢 自定习好政策 这个思想好不好 我问大家 好不好 这种自国理念好不好 我觉得可以 好 对 凭良心讲话 凭良心讲话 我觉得可以 但是呢 太幼稚了 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 我们当然需要一个 谁不希望一个好的领导 你在公司里去打工 那你希望你的领导 每天指着你骂 那如果你开个公司 或者说你是个好领导 难道你不想找个百里锡吗 那你也想找个百里锡吗 这叫民君家贤城 你把它记下 记下 这种思想 一直延续到今天 一直延续到今天 就是说一个好的领导 加一个好的领导班子 记住啊 我们国家到今天为止的政治理想 企业管理的思想 都是明君加贤城 孔子那个时候是这样的 2024年7月23号的中国 还是这样的 明君加贤城 好领导 加好的领导班子 然而指定一个好的国家政策 请 但是今天的社会 或者说 从孔子以后来的社会 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复杂 你光有这种 这种思想 是远远不够的 比如说 你们有没有用过那个 分油精 分油精 有用过分油精吧 或者说那个 新加坡的镇谷水 叫做黄什么花油 黄花油 就什么 红花油 红花油 对 你们用过红花油 在分油精 都用过英国是不是 英国是不是 英国没用过 你没用过 都用过是吧 那我们皮肤痒了的时候 摸一点分油精 或者摸点那个 红花油 可以油 有时呢 你脚扭伤了 在那个伤口地方 摸的红花油 或者摸的分油精 有用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 我要蓝尾炎 可不可以 摸分油精 可不可以 不可以 或者说我 我拿肚子 我有肺炎 或者说肝癌 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就是这样的 孔子的这个 明君加贤 从好领导 加好领导班子 就像那分油精 或者说呢 新加坡的那个 红花油一样的 它就是那么效果 但是你不知道 什么地方都给摸一把 没有用了 没有用了 为什么呢 因为人的罪性 很复杂 人的罪性很复杂 两个好的领导班子 可不可以 就是冤家 我给你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清朝的时候 有两个好的领导班子 一个叫李鸿章 李鸿章呢 是他的领导班子 确实很不错 是怀军 他主持人是海军 然后呢 左政堂是陆军 主持人边疆 按道理说 这两个好的领导班子 是好的 但是他们容易怎么样呢 吵架 容易的 那个 那个徐雪岩 徐 是叫徐 是徐雪岩吗 安徽的那个 红顶商人 他就 因为 徐雪岩老师 徐雪岩 因为他跟 祖政堂的关系很好 李鸿章呢 就记恨他 虽然他们两个人 都是安徽人 就安徽人 把安徽人给整了 把那个胡雪岩呢 吴雪岩 吴雪岩的 把吴雪岩呢 让他破产了 中国历史上面 刘邦 是好皇帝 韩信 也是好部下 但是 刘邦 担心 韩信 造反 让他的老婆 吕姿呢 因那个 阻止 故意请 韩信 到这里来吃饭 商量什么事情 然后来把他抓起来 因那阻止 个搓死的 因为领导 与领导之间 怎么样呢 会互相 记恨 好领导 和好领导 他互相记恨 或财忌 我担心你造反了 孔子的 这个 政治思想呢 就像怎么样呢 就像红花油 就像 风油精一样的 他远远 不能够解决 人性的罪恶 人与人之间的 真净的问题 因为好的领导 不至于好的怎么样呢 完美无瑕 闲成 也不是因为闲得完美无缺 他们自己 有自己的私欲 他有自己的权力 欲望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那你必须有个平衡 一个什么 一个制度的 通过一个规范 比如说在球上面 打篮球 打篮球 为什么要自定规定 你不能够带球走 为什么不能带球走 国家制度也是一样的 你必须有规则 有制度 有法规 明白没有 同样 所以中国人的政治制度 就像中国足球一样 我们的政治思想 2500年以来 没有朝为孔子 没有朝为孔子 我们的脑子 没有逻辑训练 你上午在历史课之前 你一定要先听我讲逻辑学 先讲 你没有听 我只能说你棒等不懂的 你可能懂一点 棒等不懂的 你是逻辑训练 欧洲人 其实他也是罪人 他不知道有个好领导 叫个好领导 不然怎么 就人与人间互相 罗马帝国的 那个庞贝 那个凯撒 他们也是冤家 知道吗 也是冤家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特朗普和那个拜登 他也是冤家 那两个冤家怎么样 你说特朗普里人品不好吗 那个拜登人品不好吗 对很难说他人品不好 他有一个大致的普通人 对不对 你不能把他当成神 对吧 那那么民主选举 他们可以做自己的领导班子 比如说特朗普 如果上次上台了 他也请他的国务卿 他也搞他的 替他的联邦大法官 还搞什么联邦储蓄委员会 他也会组织着自己的领导班子 都给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你要 孔子他根本也没有想到 如何对付人性的恶 如何一个制度 就像经历了 我们不要律法了 我们只要恩典了 这种问题 现在都是假福音 我明确的说 只要恩典不要律法的人 现在都是假福音 恩典和律法不是很矛盾和尘土的 加要加归国有国法 一个好的领导班子 是应该的 一个好的领导 也是哪个国家都需要的 但是你不能够管用这些东西 你不能管用分油筋 不能管用什么 挣补水 红花油 也不解决问题 所以2500年以来 中国的政治都是耗钱加流血 知道吗 荒唐不荒药 1960年代 美国记者斯诺 斯诺写了一本书 叫《红杏闪耀的中国》 宣传共产党的 毛泽东请他到天安门承诺 斯诺就赞召 毛主席 你改变了中国 你在毛泽东怎么回答 我没有改变中国 我只是改变了北京几十公里的地方 什么意思 毛泽东讲这话什么意思 他什么意思 中国只是在改朝换代 换朝没换药 就这个样子 老样子的 只换了个领导 两个换个领导班子 那其他都没换 知道吗 只是换了领导 换了领导班子 我们的对社会政治的看法 没有超越孔子 你不要觉得你比孔子更厉害 没有超过孔子 就像中国足球样的 你换很多足球主席 有用吗 这是个翻之一讲的话 中国足球 换堂不换药 你换很多足球主席怎么样呢 他还是这样子 将来会有什么变化我不知道 我知道这个翻之一先生讲的话 中国足球脸都不要了 中国政治也是这样的 不同点 中国足球 耗权 但是他只是流汗而已 他没有要你的命嘛 对不对 你不看不就行了 对不对 但是中国政治是让人流血的 流血的 光国民党和共产党打内战 中国人口最少损失330万劳动力 国军损失170万 三年内战 共军损失150万劳动力 听着你劳动力 流血的事情 一样的 我们没有超越孔子 没有一点逻辑 这些地形姐妹也 不要说飞机的图 为什么老是讲逻辑 没有逻辑 这解决不了问题 好领导 好领导 当然是好 但是不能 这不够 远远不够 孔子年三四五岁 然后与纪兵子以后 当时纪兵子 这个后招 跟鲁兆公他们在斗鸡 斗鸡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游戏 斗鸡真的斗出问题来了 这要不是司马迁告诉我们的 反正我们广法的教科书 是不会告诉我们的 鲁兆公跟这个三个人在打仗 鲁兆公打败了 孔子就待不下去了 他就来跑到齐国去 跑到齐国去 齐国 就招待了他 孔子 孔子毕竟是人才嘛 对的 然后呢 孔子骑过 他开始来弹音乐 他听说一个少约 这读少 少约 少约 我现在这个约 后来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啊 搞不清楚啊 就是孔子呢 很喜欢趁这个少约啊 好爱到什么程度呢 三月不止肉味 这学习精神怎么样呢 我问大家今天要三四五岁的人呢 还这么喜欢音乐吗 这但是这么大把年纪了还学习唱歌吗 反正我是不行的啊 我大概到了三十岁以后 什么流行音乐我就搞不清楚了 搞不清楚了啊 更搞不懂什么啊 高雅音乐我也搞不明白了 但是孔子的这种好学精神啊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非常难得的 如果我们从中国学生的角度啊 从老师鼓励的学的孔子呢 真的呢 值得我们呢 效仿 你要读书读到三月不止肉味啊 学这个音乐 这个音乐能学的不好吗 那古代的音乐有什么好处啊 能够有什么演出吗 或者说能够赚多少钱吗 就很难说对不对啊 反正我们也找到哪个古代的音乐家 能够赚多少钱啊 当然也能够唱点戏啊 能够明镜演出啊 搞个生活还是不是问题啊 因为古代嘛 大家都在听音乐嘛 这是啊 做学者做老师的表率啊 你说这个方面呢 孔子是我们的诗表呢 我也承认啊 因为我有时候学当时啊 三分之热啊 我很容易三分之热啊 就求生帮助啊 我也愿意读学习啊 我现在也在学很多东西啊 也努力学习 但孔子这种人精神呢 确实蛮不错的啊 三月不止肉味啊 就学音乐啊 其人称赞孔子啊 这个就是 这老百姓也喜欢他 对不对 你就知道我也很喜欢他 我干嘛不喜欢孔子 这种学习精神 对啊 我也喜欢了 好 孔子 然后井宫问证 孔子 齐井宫啊 反正都是山东了 古代没有山东这个名词啊 山东是什么意思 泰山以东的地区 叫山东啊 当时是两个国家啊 孔子说 君君成宠 父父子子 这话怎么样呢 君要向君 臣要向臣 父要向父 子要向子 这句话啊 出来以后 就害我们中国人 害从古代害到现在 什么意思 君君成宠 父父子子 什么意思 因为 你如果不看当时的社会制度 看当时的社会背景 你就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 当时周王朝 它是等级制度 最高等级的人呢 是天子 然后呢 第二等级的人呢 是诸侯 第三等级的人呢 怎么样呢 是秦大夫 这呢 还有个士啊 士是比较低的 士大夫 再下面的呢 是平民 普通老百姓 普通老百姓 再下面呢 还有更不普通的 就是农民工啊 奴隶 当你孔子说 均均成冲 父父子子的 就说 这是怎么样呢 你 你再来说什么 你维护的是一个 宗法制度 一个分建制度啊 他那个 选择 选择长子 集成制啊 还有一些分国啊 那普通老百姓 就是什么呢 永远 永远的暗无天日了 对不对 那奴隶怎么样呢 就像印度的这个什么 印度的那个 印度教 就是啊 他们那时候 就是首托罗 菲舍 沙迪利 阿苏罗 阿苏罗 第一 伯罗门 菲舍 菲舍 沙迪利 首托罗 就这样的啊 是个等级样的 我们国家以前呢 也是这么一个等级 那么赵战区孔子 这么安排好了 对不对 父父子子 均均成成 父父子子 那怎么样呢 那怎么样 那怎么样 那我们中国社会怎么样呢 那我们中国还 中国还有前途吗 我问大家 如果照着孔子这么安排 君君成成 父父子子 君要向君 从要向从 父要向父子 要向子 一直这么一个稳定的架构 请问中国还有前途吗 没有 没有了 死瞧瞧了 这就是孔子 思想对中国的危害 请问老百姓不喜欢 请问哪个当官的不爱 有你这样的思想 怎么样呢 比如说 我 现在带着中国人的收入 哪份工作收入 在稳定 在舒服 相对来说 不是百分之百 哪些人的工作 舒服 收入比较好 那我问大家 今天中国 公务员 公务员嘛 如果你说公务员 就喜欢孔子 他可能 他 比如说 现在公务员 就是广西 我不要说经济发达的地方了 广西有个姐妹 广西那种 偏远的地方 你做一个普通的科员 比如说什么宣传的 做什么办公室的 一个月表面上收入 就是五六千块钱 但是加上年增奖金 各样的补贴 一年都是十几万 十几万 你想想看 这是一个普通的科员 深圳 广州 一个普通的科员 月薪 就是五六万 一个普通的教室 公务 这个普通的教室 就是最低的收入是九千多 还不叫别的补贴 加上普通的补贴 就是万多啊 你能够做个半多 式的文员 就是两万 这教书教书的啊 那你要做到局长 做到什么科技干部 或者做到啊 处级干部 那年轻怎么样呢 我就不好说了啊 那然后你把这个职 我就是传给你儿子啊 你们整个家族啊 荷兰有个啊 博士啊 他是南洋人啊 叫叫叫 沈君祺啊 他写了一本调查报告 关于荷兰新野的 这里有没有新野的 荷兰新野的官场啊 这份研究报告 我给大家讲 他说新野呢 是一个啊 几万人的 比如两三万人的 这小县城 其中呢 科技干部 是一千多个人 这千多个人呢 属于 16个家族里头的 然后呢 下面的 科员啊 公务员啊 都属于这个城市里头的 一百多个家族 他们互相交叉 林荫的啊 他写了这本报告 红顿全国啊 你还能不能读到 我不知道啊 我看了一下 他是北京大学 就是社会科学院的啊 社会系的博士 是荷兰南洋人 所以他叫挖子住副县长 副县长 在这研究 不光是荷兰新野是这样的 我们湖兰也是这样的 广东也是这样 中国全中国都已经形成一个统治阶级 和一个被统治阶级 这些公务员啊 这一国企里头的 都是很稳定的生活待遇 荷兰卷烟厂 那个卷烟的工人 你是什么学历 你知道吗 术士研究生学历 和博士学历 应该是造这么高的吗 一个卷烟厂 那个卷烟的工人 应该是造术士研究生 或者博士吗 他造这些 如果我们按照孔子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这一套的话 中国没戏了 所以孔子就是被人利用 但孔子自己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不知道 他已经早就过世了 这倒如害死人了 把中国带入死胡同里头去 那中国就不需要改革了 这毛泽东讨厌孔子的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那游永远远 你们叫游永远远远 那年薪几十万 别人叫远远 只能够送快递 我爸爸送快递 儿子送快递 孙子也送快递 对不对 你爸爸做局长 做银行行长 你儿子做银行行长 你孙子做银行行长 这个有公平吗 这个还贴你吗 你告诉我 我问大家还有贴你吗 没有 那也贴你了嘛 对不对 所以孔子他不能够要 你知道吗 他害人的 我们休息一下 9点26过来 无学延盖 我刚才我记错了 我不记得 我不是想要 你 我记得 你 我不是想要 还是想要 你 我 你 我的时候 愿望应允我们 我的心 我的心 为什么离起我 为什么远离不救我 不听我爱恨的言语 我的神啊 我拜日呼求 你不应允 夜间呼求 并不住身 并不住身 当你是圣洁的 使用以色列 得赞每位包座的 我们的最终 他们依靠你 他们依靠你 你便解救他们 他们哀求你 便蒙解救 他们依靠你 就不羞愧 当我是宠 不是人 被众人羞辱 被百姓藐视 反抗见我的斗尺 笑我 他们别追 摇头说 他把自己交托 我耶和华 耶和华 耶和华 可以救他吧 耶和华 今夕月他 可以打救他吧 当你是叫我 当你是叫我 出目复的 我在目怀里 你就是我 有依靠的心 我自出目太久悲 叫在你手里 唬我母亲 神我 你就是我的神 祝你不要远离我 因为机难临近了 没有人帮助我 有许多公牛围绕我 把山大理的公牛 四面困住我 他们向我掌口 好想抓死后 驾傲的狮子 我如水被挡出来 我的骨头都多了解 我心在我里面如苠融化 我的锦里枯杆如同瓦片 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 你将我昂照 你将我昂照在四季的尘土中 全力围着我 而当环绕我他们 扎掉我的手 扎掉我的手 我的脚 我的骨头我都能输过 他们等着眼看我 他们送我的外衣 你为我的里面 救耶和花 求你不要远离我 我的救助啊 求你快来帮助我 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 救我的生命脱离全类 救我脱离狮子的狗 你已经订阅我 是我脱离野鸟的脚 我要将你的命 创与我的弟兄 在会中我要奖美你 你们敬畏耶和花的人 要赞美他 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 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 因为他没有藐视着我受苦的人 也没有向他湮灭 那受苦之呼吁的时候 他就追起 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 是从你而来的 我要在尽为野和花的人面前 光我的愿 谦卑的人 彼此的保证 寻求野和花的人 彼藏美他 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 一个四季都要想念野和花 并且轨距顺他 一个四季都要想念野和花 在你面前敬拜 因为我全是耶和华的 他时光里忘过的 遗伤一切峰飞的人 彼此和敬拜 放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 自己性命的人 都要在他面前下拜 他必有后一世风塌 主所行的事必创与后代 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 创给江耀生的名 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 是我的拯救 我害怕谁呢 耶和华是我性命的爆炸 我害怕谁呢 各位同学 我们希望大家这个学的比较慢 因为孔子的思想 我讲的是我们现实方面的 我们如何看待孔子 孔子是个好的学习者 有个好的老师 他教别人也好 教的也是实实在在的 然后他自己学的也学的很不错 但是他这个政治思想 他这个军军 要不然太幼稚了 当然他那个年代不错 你反正讲回来 焚油精是好东西吗 我问大家 焚油精 那个红花油是好东西吗 是 是好东西 但是你不能够 把态度的希望 放在那个红油 中国水 没有什么病 都是摸一点红花油 什么病都是摸一点什么的 焚油精 那就不对了 那就不对了 这个均均层层的 就害死我们中国人了 这个就把我们中国人 就是什么呢 就利益集团 怎么样呢 所以你要是当皇帝 你喜不喜欢孔子 想不想利用一下孔子 假如你是皇帝的话 你是特殊利益集团的人 你想不想利用孔子 当然想了 因为我怎么样 我爸是银行行长 我也想当银行行长 然后呢 我的银行行长 怎么呢 我也想我的儿子来当银行行长 对吧 那多好是吧 我一个同学很努力去当光 现在50岁了 才是一个科技干部 科技干部 但已经很厉害了 这我们的东西 因为他父母都是什么 这是农民 你知道吗 那些中央北京过来的人 到地方上面最低职务 是什么职务你知道吗 最低职务是什么职务 书记 哪个书记 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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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他的最低点 是我们普通老百姓 一辈子都不一定能够达到的 我那个同学 我不知道他还能努力什么 我也两个同学 现在也是科技干部了 一个做一个什么开发区的 什么什么什么长 我也没去了解他 我也没什么值得他利用的 我也知道现在人际关系 都相互利用 我要拿过一个教书的 我也没什么东西值得人家利用 我也不去巴结人家 你说我找我 我能够帮他什么忙 我也不去舔这些 我这些烧味了 就这样的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等 这是个等级社会 我们中国是个等级社会 只不过呢 有时候讲的比较含蓄 能够忽悠一些比较幼稚的人 我当年就是被忽悠的 我以为是社会这些人 仍然平等 谁跟你平等 谁跟你平等 你想跟谁平等 你告诉你 我问你 你打算跟谁平等 谁又打算跟你平等 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 这么幼稚的人 有些人他也知道 但是他也想捞一把 什么 他自己是搞儒学啊 就搞些人想在那里头啊 然后呢 这个啊 齐景公啊 然后那个齐景公手下呢 有一个人叫啊 燕 燕 燕是什么人呢 他也是山东高密人啊 古代叫姨维啊 他做过三朝的元老啊 在齐国呢 当广五十余年 他是一个啊 有政治远见的人啊 就纯粹的职业呢 就是搞政治的 他爸呢 叫燕若啊 也是啊 当朝的大夫啊 就世世代的呢 是贵族 贵族出生 然后 他就是 警公啊 打算呢 要把个尼西的田地啊 分割了孔子 这燕音呢 讲了一句话 他过来说 燕音说 这些儒者呢 能言三辩 不能让法度规范 他原 文英文史 父儒者 滑稽 而不可规范 虚傲自顺 不可以为下 就是这些啊 搞儒家 就是儒家子弟啊 滑稽啊 不是说 滑稽不是他很搞笑的意思啊 就是啊 有者滑舌啊 就嘴巴很厉害啊 但是呢 他不守规矩啊 他居傲自顺啊 不可以为下 他呢 脾气很 很骄傲 不能够呢 驻手下 你不能够指挥他 诚上 是吧 破产后葬 就是说这些人呢 助政葬礼啊 你要按照儒家这个葬礼的话 一般人呢 都会破产啊 实际上也是的 今天啊 中国民间啊 还是呈上了儒家的葬礼 我妈 我爸死了 我就出了四千五千来块钱啊 现今是三千多块钱 那么呢 我家乡的人都说我 不忍不忍不孝 就这样的 我妈呢 我给了一千五 一万五千块钱 人家没有空声了 也不说好也不说好 就说 正是这种葬礼啊 不可以作为习俗啊 等等的 我不用文艺恩文 用那个白话文给大家讲了 这个啊 儒家的人呢 到处游说气带啊 他到处啊 串啊 他不能够安稳的治理国家 至圣君贤相相继去世 就是以前的啊 什么 尹仪啊 怎么的周公啊 这些啊 周文王 周武王相继去世啊 周朝王室衰落啊 礼约残去也很久了 你看孔子啊 穿的衣服很讲究打扮啊 圣章打扮 然后呢 坐车啊 上下中备礼仪举手 投足啊 他这些礼仪很繁琐 他自己学了也学了 你要别人跟着学呢 你学不来 礼仪啊 要简单是吧 老百姓礼仪 比如中国现在握个手啊 问个安 就好了嘛 你不要搞很多的客套话 就搞很多客套来怎么样呢 老百姓他操受不来 等等啊 儒家的观点啊 用燕子的啊 燕子当时是孔子同时代的人啊 嗯 燕子呢 有人说他也是儒家的 但是呢 一般人又把他都做法家 实际上呢 燕子这个人啊 他是个实干的人 但是嘛 他就像现在的某一些啊 嗯 政治家啊 圣经里头有两种仙子啊 一种呢 有话语的 一种呢 没有话语的 主要是行动 那个啊 以利亚和以地撒一样的 在中国古代文人当中啊 文士当中呢 也有两种啊 一种呢 擅长于著书列说啊 写文章 有一种呢 他不擅长于写文章 你像广仲啊 燕英 还有原来的周公啊 中国古代的 文王 武王 其实他们都 文王还有另外一种 武王都不擅长于呢 写文章 但是这些人怎么呢 擅长于办事啊 办事能力很很高 这个燕子春秋呢 其实不是燕子啊 他自己写的本书 是别人根据他的言语行为啊 民间传说啊 整理出来的叫燕子春秋啊 燕子这个人呢 他不反对儒家 至少可以说 他虽然不一定属于儒家啊 他绝对不是反儒的那一种啊 不像现在人呢 空子的都是垃圾啊 啊 儒家都是废品的 也不能这么说人家啊 空子自己呢 也爱节俭啊 当年骑警公赏赐他马车 他不要 燕子呢 也正是礼节 他讲了一句名义啊 礼者属以欲名义 无理而能自国家 是燕为之文言 就是说一个国家也有礼法啊 玉民呢 就是管理老百姓啊 你没有理社会习俗 没有理书啊 那老百姓怎么自理呢 那国家怎么自理呢 我也不知道 所以应该有理事 但是燕子他不喜欢孔子 这种繁琐的理解啊 有一本书就周里 那里头的名堂呢 多得很啊啊 太繁琐了 不要啊 他比较推陈的人物呢 是广仲啊 我前面广正啊 一个啊 一款天下九后诸侯嘛 他是一个啊 广志 然后呢 在齐国这些呢 啊啊 经济改革以后 我跟大家讲 他是个也是个实干性的人物 他推崇广政 不喜欢的孔子 这句话呢 我把他缩小了一段啊 把奄言的话就孔子了 除了节约这个道理啊 大家都懂得啊 自己国家要节约 这个东西也不是说错了啊 我今天哪个哪个人反对自己国家要节约 没有人反对节约嘛 对不对 节约就是全能办实事嘛 对吧 家里面也是这样 你们家要不要节约 你们家要不要节约 那当然也要节约吧 是不是 那如果不节约 你爸爸一个月占一百万 你能够花得完吗 对不对 一天花个三三万两万四万 你都花得了吗 反正每天坐飞机 随便呢 随便跑啊 这个呢 节约的没有错啊 他主要是呢 我把他归拉了一下 多礼乐缺法度 就是儒家这个思想呢 他正是礼乐啊 礼节啊 音乐啊 这没有什么错 他缺少自己国家法度 控制前面讲的 好领导啊 领导班子啊 他缺少法度 人与人之间怎么呢 他都是有罪的啊 他不可能做事很完美的 提到别人的 这做不到的事情 你必须有法律规范啊 那怎么办 今天交通规制一样的话 我问大家 如果那个节上的红绿灯坏了 会怎么样 你们说红绿灯坏了怎么会怎么样 都不在都没在这还在不在线 乱着找人 一定是乱着找人 你不能靠人家的道德自觉在这 不能靠道德自觉 一定要有法度啊 我问圣经是新有旧约还是新有新约 新有旧约 那为什么今天基督徒说要先读新约再读旧约 新约觉得新约简单能读懂 为什么新有旧约 那上帝不先歧视新约再歧视旧约 我再问大家 你要是交警 你只会交通 你先讲交通规则 可以搞交通教育 还是先颁布交通规则 我问大家 你要是交警 你是交管部门的领导 你先搞交通教育 还是先颁布交通规则 就陪我的耐 这样 先颁布规则 我看你是不是会当领导 你这个当一个 一个现在交通局局长 你说先颁布 那个街上每天在开车来车往 你来到这里 你先搞交通规则 还是先搞交通教育 你不是说同事来 能同事来吗 你有这么多经历吗 他听得了吗 他能学多少东西 规则在先 当然是规则在先 你把交通修图两边理解也好 不理解好怎么样呢 你先得也交通规则 否则怎么办 接受你能想象 没有红绿都没有交通规则 那接受会变成个什么样子了 会变成什么样子 然后才给你教育吗 所以先也旧约再也新约吗 我说 你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 先传律法还是先传旧恩 救恩 为什么需要救恩 你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 你不知道在律法当中 得到上帝的愤怒 你要救恩干什么 我活得很好 我干嘛要学救恩 有人这样 你年生还不完美 你还学一世纪的救恩 你就完美了 你现在是整经而已 你还得永生就正好了 你现在你家庭很幸福很和睦 如果你还能对永生就更好了 这鬼话这是福音吗 这是鸦片 你现在要先传律法 让人家知道什么 活在罪恶当中 得到你在神的愤怒里 活在愤怒里 你什么时候死 什么时候就下地狱 你现在活在仇苦和焦虑当中 很多人表面上笑蜜蜜的 因为他很多人 很有涵养的 有一些女性呢 真的很有涵养的 如果他不说 你不知道他心里很难受 他面带笑容了 和蔼可亲的样子 实际上内神苦的钥匙 昨天给老公回来 吵过架 今天他可以一点感受 你要先传律法 让他知道活在罪恶当中 然后再传救恩 要不然他怎么知道呢 一样的 正说这个儒家啊 他只讲道德 他缺少法度 他不能够自国安民 你知道吗 他自国安民搞不好 他只有中北有序 中北有序 军要上前的 陈要上 中北有序 他只能唱高调 他不能够办实事 就是说 因颜子的文化者呢 滑稽而不可违法 居傲自顺不能够违下 他只能唱高调啊 写道德文章 办不了实事 到了后面的儒家有变化啊 比如说 那个明朝以后 有个有一派儒家 在金史之音 就曾国藩 以后再讲 为什么会 他把法家的东西 给拉过去了 法家带着吗 法家的东西 挪过去用啊 以后再讲那个变化以后的啊 也就是说 照照燕子的话 来评价孔子的话啊 孔子代表的儒家 只会懂节约的 治国的道理 他多礼乐 缺法道 不能够直过安民 只能准备有序 只能唱高调 不能办实事啊 这是他的那个啊 缺点和不足 所以 其实孔子和燕音啊 他们的关系啊 个人的关系啊 没有什么的 甚至孔子还推崇燕音啊 知道吗 孔子写的品 春秋里面的 对燕子的品价很高的啊 这燕音啊 擅长于建言啊 这么这么的 一些这样的优点啊 燕子呢 他是个非常自会生活中很有智慧的人啊 小学课本里头 有个燕子死储的故事啊 中国古代有个山啊啊 啊啊啊 杀三四啊等等 他的故事呢 还有挂羊头卖狗肉这个成语 也是他啊 批评的 原来不叫挂羊头 原来是挂牛头 卖啊啊 卖卖马肉啊 后来啊 换了换成挂羊头 卖狗肉了啊 这个故事呢 就是啊 颜子啊 他一来劝了君王的啊 你不要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就这个意思啊 这是啊 他的不足啊 就是这个儒家思想的不足啊 不能够治国安民 只能保证中北有序啊 多礼乐缺法度 就是说我对他这个话词 有个鬼了 也太长了啊 啊 空子到了42岁的时候呢 当时鲁赵公呢 过世了啊 鲁赵公过世了的时候呢 他手下有个啊 有钱人也是贵族 叫姬环子啊 他挖紧呢 挖到一个瓦挂 里面的一个像羊的东西 他问空子啊 他得到一只狗 空子说那不是狗 那是一只羊啊 啊 然后呢跟他讲那个 葵啊 葵啊 葵呢 是中国传说中的一个动物啊 反正现在没有了啊 一直讲的叫葵啊 这一个雕塑啊 这是和啊 那个 和一个文物啊 这是荷兰哪个地方 出这个文物 名字忘记了啊 再往 荷兰什么县的一个文物啊 我忘记一个什么县式的文物啊 这个文物就是这个葵啊 这古老的一个啊 动物啊 啊 然后呢 这叫吴国 在攻打越国啊 那公布了会计 开始现在的绍兴啊 得到了一个很长的骨头 啊 这骨头就请教了呢 孔子啊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然后呢 啊 孔子说啊 这是防分寺的骨头啊 防分寺啊 防分寺是什么人呢 就中国古代大禹的时候啊 中国原来是公天下走向家天下 这是民间的传说啊 不能当历史啊 然后呢 凯慧这个防分寺呢 迟到了啊 大禹来把它杀掉了 你怎么能吃到呢 然后呢 这些啊 明山大船的神灵呢 能够啊 呼唤天下 这种东西啊 然后呢 吴国的使者问 那么这是些什么样的神呢 他们管什么事情呢 孔子就告诉他们 各大山川呢 山有山神 水有水生啊 然后呢 你要祭祀他 这就是神 你祭祀他呢 这就是神 那么那个土地孤啊 这归人光啊 你看啊 不不不不这句话啊 三川神足以啊 崗祭天下 其首为神 世纪为公后 其首王者 什么意思呢 孔子认为 神管神的事情 人管人的事情 神和人呢 不相干啊 看到没有 也就是说 孔子呢 还一方面呢 尊重各种宗教啊 就像现在的自由主义怎样的啊 就像今天的自由主义的基督教徒一样的话 神管神的事情 宗教呢 你管你宗教的事情 你不要干啊啊 干预什么啊 社会社会的管社会的事 这就是呢 就不对了 好像上帝怎么样呢 只是基督教的上帝啊 不是全人类的上帝 只是犹太人的上帝 你不要管我们的事情啊 那么呢 这些啊 江山社稷啊 是呢 王者啊 这些君王管的事情 我们坚持 政教分离是政治 是政教分离是什么意思 当我们基督徒说 政教分离的时候 是哪个东西分开 各种学知不知道 政治和宗教 不是政治跟宗教分开 耶稣说凯撒的鬼凯撒 上帝的鬼上帝 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那天我生气的 有一个小姑娘啊 在我的群里头 我发一句经文 我耶稣说我的国不属地上 我的国如果属于地上 我的臣民啊 就为了为了征战 他是跟那个 耶稣跟谁讲的话 比拉多讲的话 我 你们学学过 你学过 威斯敏是个信条吗 政教分开的原则 为什么呢 论地方教会 还有论政府的那个 几章 学过吗 没有 没有 没有学过 没有学过 如果政治和宗教分开 是指政府和教会 两项只能分开 不是政治和宗教分开 这政治和宗教 没有办法分开的 请问总统有没有信仰 国家主席有没有信仰 有 肯定有 对不对 请问基督徒是不是地上的公民 是 我问大家理解 如果政治和宗教分开 请问基督徒要不要去办 身份证 美国的基督徒要不要看驾照 我问大家 身份证和驾照是属不属于政治的一部分 属于 绝对属于 你会不办吗 你仔细思考一下 有些时候我们缺少逻辑 我们缺少逻辑 我们说的和做的是两码事 因为政界缺少逻辑 你肯定要去办 你最虔诚的末世 你要开车 要把你驾照 对不对 中国你最尽情的基督徒 你一定要做身份证 对不对 你出国要办怎么签证 那不是政治是什么 你能不干吗 一定要做 他他讲的 你读为世面就是 是政府和教会分开 大家注意再来一遍 是政府和教会分开 教会只有一个使命 这叫什么呢 福音使命 耶稣说 教会是万民祷告的店 你不可以把它当作贼窝 是什么是贼窝 你不能在这里 他买卖牛羊鸽子 你不能兑换银钱 什么 因为这个教会 左派的人可以来信耶稣 右派的人也可以信耶稣 分裂党的人也可以信耶稣 罗马人可不可以信耶稣 犹太人可不可以信耶稣 可以 可以 都可以 所以说你教会 你不能做一个政府的工具 政府你不要管教会 为什么 这是 是这个两个东西的分开 就业里头有一个叫 乌西亚的人 乌西亚可不可以去献祭啊 可不可以到那个圣殿里头去献祭啊 不可以 他现在记忆会是怎么样 他现在记忆会是怎么样 大妈 因为乌西亚是管政府的事情 那个 那个圣殿的事情是立位人管的事情 跟你没有关系 你不应该去管 同时耶稣对那个 那个 比拉多说 我的国不属于地上 就是说教会是基督的国 教会不属于地上的事情 教会不为美国政府战斗 也不为中国政府战斗 这个乱解圣经啊 那我们怎么样不乱解圣经的 你要看一下历史历代 别人怎么解释圣经的 那个啊 那个 为什么这些心经心条 它是规范我们解经的 你不能把这个心经心条给丢了 那我在哪里讲呢 今天我给你怎么讲呢 我讲不来啊 对不对 所以啊 通子这讲的 他的神实际上面呢 是一种自然神 神不管事啊 宗教呢 有点像现在的啊 西方和中国人啊 这宗教呢 只是教会界的事情 上帝呢 只是基督教的上帝啊 而不是中国人的上帝 不是全人的上帝 所以你不要搞基督教教育 平时呀 你的孩子呀去学呀 知识 在生活上去学知识 教会呢 只是星期天的教会 这种基督教 不是我们圣经里说 启示的基督教 是孔子的基督教 是自然神论的基督教 政教分开是中复和教会 两个组织的功能不一样 教会是神的国 他不属于地上 你不能搞三字爱国教会 那就不对了 或者说你搞个美国教会 或者这些 日耳曼教会 对了 教会只有一个 都是基督的身体 他不属于地上 但是基督徒在地上 你还是公民吗 你还交两纳税吗 对 你出国还办这么啊 你开车也在办 办驾照啊 一点就是说知道这个 但孔子呢 就是啊 他的呢 是人神是分开的 各不相干的啊 他自然神论的观点吗 人类来自治啊 就今天一样的很多啊 就是人类是自治 上帝是不管的啊 上帝不管是的 他不需要救所 有些教育也是这样的嘛 哎呀 我们的孩子 这工学就学 就学习干了嘛 哪是他什么福音啊 干什么的 他学知识就行了 他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是在羞辱基督的救恩 羞辱基督的救恩 人需要拯救 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拯救 拯救什么 脱离罪恶 归向圣祭 那你怎么脱离罪恶 我能做到不谈财吗 我做不到啊 因为怎么呢 家里没什么钱啊 我不是仰望神的恩典啊 我能不好胜吗 我没有老婆 我怎么没有丈夫 能不好胜吗 所以家伙里 他挂一个赛国 耶稣基督吗 往这下这个人的幻想吗 你应该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如果嫁不了 婚不了就仰望神的 基督的救恩是我们每一天的事情 我们每一天都学基督的救恩 否则我们会犯罪 男的女的都是一样的 我们仰望基督的救恩 我们因为我们学一时住行 如果半个月没有收入 或者是一个月没有收入 我们就紧张了 对不对 那我们不能够投不 不能够去抢 不能我们再去要人 谁也不欠你的 知道吗 我们都学神经 不如说只是学个知识 只要干份工作 你工作当真有多少罪恶 你上班的 而且圣礼的 办公室里头的那些政治斗争 没完没了的 你没有基督的救恩 你能过神经的生活 吹牛吧 是吧 所以就说人需要上帝 就像我们需要每天喝水 需要呼吸 需要吃饭一样的 否则我们一定会犯罪 但孔子呢 就像今天的那些 自由主义的基督教徒一样的话 他来把神和人给分开的 所以这方面另外一面看 孔子的比较博学多文 这些信息不知道他是哪里搞过来的 他确实很博学多文 啊 还有好多我不讲了 我不讲了啊 我还有好多 我昨天背了好多课 我不讲了一点累了啊 我们啊 我们归来一下啊 我们归来一下啊 我们今天看我们学了什么东西啊 归来一下 我归来一下孔子有什么啊 我问啊 我问大家几个问题啊 啊 啊 我问过一下啊 孔子的自国政策是什么 还记得吗 明君加贤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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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君加贤城 那你觉得如何呢 就是不能解决人的对的问题 啊 还需要制度跟那法 规则来限制人 啊 很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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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军政承上都是中国社会的危害是什么 啊 啊 危害就是太太局限了 就是导致中国那些人没法 没法去晋升 啊 你思考一下啊 以前想过来的啊 君君臣臣臣父父子子啊 然后呢 啊 孔子而焉子是如何评价孔子啊 啊 啊 说明他是个什么人啊 你说明他是一个爱学习 他就好学习 对 对对对 鸿子回答了其警弓 孔子回答其警弓 孔子教导人的态度是什么 他能够跟齐景宫讨论 齐木宫崛起的时候 那说明孔子是什么 孔子会百事实讲道理 好好了 我们今天就学会这些问题 大家去试试 这有他的优点 我们不要把孔子 好像说的像垃圾一样的 羞辱孔子 他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 2000年以后的中国的罪惠罪恶 实际上它没有关系 只是他的这种思想 他被人利用 利用了 你用 那是你的事 你学到什么 我们要具体的看 这个问题 你是不是可以带加一个关于 孔子的神观这样的 哦 再还有一个神观 对 我刚才找到了 再还有一个 孔子 老师 您之前是不是讲过 孔子是个自然神论者 是啊 谢谢老师 上一节课的 那个上一节课的 不讲 今天的这些题目呢 就是说你回答一下 巩固一下啊 巩固一下啊 那我们就做 还有别的问题吗 同学们 好了 我们就结束打发了 我们在天上来 就是帮助我们啊 尽可能 虽然我们也做不到百分之百的啊 看待这么一个历史人物 他已经离开我们 有我们的祖先 也有两千多年了 这两千多年呢 中国发生的事情 他不能够负责任 我们也不要他负责任 但是他的思想 他的言容啊 被我们中国人历史历代去利用啊 去改造 对我们中国来有很多的影响 就是帮助我们 从圣经的角度啊 凭着我们的良心啊 不要去仇恨 不要带着仇恨的态度 不要带着一种苦毒和怨恨的态度 去客观的看到孔子 以至于我们在现实当中 知道如何行事为人 愿主你的爱心 让我们在各样知识和见识上面 多而又多 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